逆境同行守护心灵 四月二十日讨告日志 我们在逆境中同行 要向世人宣告 神是会化哭入为欢呼 祂的恩典救我们一生使用 诗篇三十篇一至七节 耶和话 我要尊崇你 因为你救了我 不让仇敌向我跨扬 耶和话 我的神我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 耶和话 你救我的性命脱离阴间 使我全没 不至于下入地府 耶和话的圣民 你们要歌颂他 要颂扬他神圣的明智 因为他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 那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 我凡事顺利 就说我永不动摇 耶和话 你曾施恩 使我稳固如山 你转念不顾 我就惊惶 我们一同思考两个问题 我们曾经历过神 怎样的医治和安慰 我们怎样将神这份恩典 大腿忧伤的人呢 我们要向那些活在苦难东的人宣告 神就是他们的拯救 就是他们的安慰 会抹去他们哀伤的眼泪 识去他们忧虑的疲惫 早晨也是美好的开始 神是他们的力量 会扶起他们倒下的身躯 抚慰他们脆弱的心灵 使得他们能够重新 暂立得稳固 我们这样去宣告 因为我们也是这样 去经历过神的拯救 也是这样体验过神的安慰 今天我们仍然 暂立得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为生件事祈祷 求主去保护长者 免受感染得到平安 安慰那些有亲人离世的家庭 去帮助经济有困难的人士 求主去保守各国 能够控制疫情 市民能够尽责地防疫 停止互相指责 而是齐心地战胜这场疫症 求主使用我们 在忧伤里面播下盼望 在患难里面传递恩典 让更多人都能够化哭泣为欢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